大家沒有早安 不少人都感受到今天的天氣呢 還是很不錯 各地都是多雲稻情 但是提醒大家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了 因為這週末可能就會變天 目前其實已經相況台北101 那一大早台北市區 可以看到這天空真的是很藍 而且這陽光也是高掛 露臉讓人心情真的是很不錯 那同樣是穩定的好天氣 那我們現在帶你關心 目前的即時室外溫度 一大早目前這個台北還有宜蘭 以及花亭大概是24到26度左右 而西半部的這個新竹台中 以及嘉義呢 也大概是落在25到26度上下 那其實整體來著 今天高溫還是可以來到31到33度 那你可以留意 其實在大早以及在晚上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涼一些 大概平均是23到26度 那這局部空曠地區呢 可能還會在低個1到2度 所以提醒大家 這早出晚歸還是要留意這溫度的變化 我們再看到地面天氣圖 我們看整體天氣狀況 那今天呢 持續吹的是一點微弱的東風 那水氣少 那還是一樣是比較晴朗的好天氣 但是很快到了明天 也就是這禮拜五啊 這台灣的這東南側呢 會有一個這個低落低壓的系統來靠近 那雖然它是會逐漸接近的 但是呢 因為它的結構是比較差 所以各地的還是以這多雲稻情為主 但是其中在東半部以及河川半島呢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比較零星的雨勢 那至於目前在台灣附近呢 是沒有發展著颱風的機會 我們再透過電腦降水報圖 我們實際看今天的降雨範圍喔 今天可以明顯的喔 看到今天其實從北到南啊 幾乎都是多雲到齊 沒有什麼水氣 不過其中稍微留意的是 在中午過後的時候 這南部地區以及這各地山區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一些局部的午後離陣雨 不過這降雨範圍呢 也不大 那也不會下得太久 但是真的要好好把握了 怎麼說呢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卡喔 其實你可以發現喔 從明天就是禮拜五開始 這個水氣呢 是開始逐漸的來增多 而且其中東半部 以及說這個橫川半島 這裡都會開始出現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而到了週末 首先是我們看到是禮拜六 這水氣跟助雷比呢 又變更多了一些 這環境會來轉吹南風 那不只是這東部 在這橫川半島南台灣之外呢 其他地區也會開始出現一些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最明顯就是看到 我們這個禮拜日 週日的時候 也就是這台灣水氣會是最多的一天 包含說這個南部啊 以及這個東半部 各地山區都會出現一些局部短暫陣雨或雷雨 而其他地區在中午過後 也會出現一些局部的短暫雷陣雨 最後介紹小丁尼呢 我們替大家來簡單做一個統整喔 今天各地持續都是以多雲道琴的天氣形態為主 而且是看到這陽光露臉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早晚還是比較涼一些 所以不要著涼 要好好留意這日夜的溫茶 那再來就好好把握 這今天有好天氣的尾聲了 原來很快到了明天開始呢 這水氣呢就會來逐漸的一個增加 而且很快在週末的時候呢 就會來變天了 各地就會開始容易出現一些局部陣雨 那一直要到這下週二的時候 這天氣呢才會逐漸回歪 那以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 那現在我們來跟蒙祖堅 arb Control